星际大戰 畫面上有9個外星人 外星人會發射子彈 如果砲台被子彈打到 就會被打毀 你有3次機會 如果被打中3次 遊戲就結束 再玩一次 砲台可以發射子彈 射中外星人 你的目標是要把外星人打完 都打完之後 遊戲就過關 外星檔案 然後製作舞台的背景 會入選取光碟片上面的 星际大戰 選取星空的背景 會入選取過關的背景 會入選取遊戲結束的背景 將白色背景刪掉 當濾起背頂下的時候 讓它切換到星空 好 接著把貓咪刪除 我們主角是砲台 所以開啟角色檔案 我們選擇 選擇 光碟片上面的 砲台 砲台有兩個造型 再會入選擇 再會入第二個砲台被打到的造型 讓我們的砲台跟著滑鼠的游標走 所以當濾起背景 所以當濾起被點一下的時候 讓它先切換到砲台的造型 然後讓它顯示在畫面上 接著讓它重複執行 將它的x座標走 設定成滑鼠的x座標 好 這樣我就可以用滑鼠來控制這個砲台的左右 接著我們要來製作飛彈 開啟角色檔案 開啟角色檔案 選擇 飛彈 將這個角色 命名為 飛彈 好 首先 濾起被點一下的時候 這個飛彈是隱藏起來的 然後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發射飛彈呢 當接收到 飛彈發射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就把 飛彈的 位置移到 坦克的地方 坦克這裡我們 給它一個有意義的名稱 這樣方便我們寫程式的時候辨認它 到坦克的位置 然後將它顯示出來 然後顯示出來之後 讓它由下往上這樣子移動 所以呢 讓它重複的執行 直到碰到邊緣為止 然後往上的話 它的歪桌標會越來越大 所以在這個地方 將歪桌標的值 增加 10 然後碰到邊緣之後 再把這個 飛彈隱藏起來 好 另外呢 如果有外星人的話 射到外星人的時候 也會隱藏的 所以我們這邊 再安排一個橋段是 射到 射到外星人的時候 然後也把這個飛彈隱藏起來 接下來我們要來按滑鼠發射飛彈 所以這個程式寫在坦克上面 當綠奇被點一下的時候 讓它如果按下滑鼠 就重複執行 然後廣播並等待發射飛彈 好 按一下滑鼠執行程式 點一下滑鼠 那飛彈就會往上射 碰到邊緣它就會隱藏起來 接下來我們要來設計9個外星人 為了讓這9個外星人 能夠整齊的排列 所以我們設計了6個變數來儲存 這個是第一行的X座標 讓它統一在-175的位置 然後第二行的X座標 跟第三行的X座標 然後橫的第一排的Y座標 這邊設定成30 第二排Y座標設定成80 第三排Y座標設定成130 藉由這個變數 你就可以讓這9個外星人 整齊的排列在這個畫面上 好 回到Squatch裡面 我們又要來做9個外星人 我們要讓這9個外星人排列整齊 所以我們來產生6個變數 第一排Y座標 第一排Y座標 然後第二排Y座標 然後第三排Y座標 然後第一排Y座標 第二行X座标 第三行X座标 接着我们在舞台的地方撰写程式 将这个变数的值设定 第二排Y座标 第三排Y座标 第一排X座标 第二排X座标 第三排X座标 首先第一排Y座标设定成30 第二排Y座标设定成80 第三排Y座标 再加50 变成130 第一排X座标设定成-175 第二行X座标设定成-115 第三排Y座标设定成-55 将变数取消显示在画面上 接着我们要来让这位外星人能够同时移动 所以我们还需要四个变数 第一个变数 第一个变数叫做移动延迟时间 第二个变数叫做移动方向 它有两个方向 可以向左或向右移动 第三个变数是移动部署 这个是用来控制外星人要显示的造型 第四个是移动时刻 好 再来我们还需要记录外星人还有几个 所以 在一个变数外星人数目 首先将外星人数目设定成-9 我们有9个外星人 然后将移动的延迟时间 设定成-0.5秒 移动方向 预设让它是往右 移动的步数设定成-0 移动的时刻设定成-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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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这些变数初始化之后 我们就继续我们的游戏 所以广播游戏开始 好 接着我们要来制造外星人的角色 所以开启 选择外星人 好 那外星人呢 有两个造型 它在行走的过程中 会切换两个不同的造型 这样游戏比较有变化 然后被打到的时候 它会切换成这个造型 我们给这个外星人 一个有意义的名存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建立一个角色变数 这个角色变数呢 是判断 这个外星人是不是活着 记得要选择时适用于此角色 好 将这个变数取向显示 我们来撰写程式 这个角色 叫做A1 当接收到游戏开始的时候 我把它设定到它要的位置 位置我设定在变数里面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所以是第一行一个座标 第一排外座标 然后让它显示 然后让它显示 当绿旗被点一下的时候 将活着 这个角色变数 这个角色变数 设定程式 预计则 外星人刚开始是活着的 然后切换到 外星人的造型 那隐藏起来 好 广播到游戏开始的时候 才把它显示出来 然后呢 在碰到飞弹之前 都等待着 如果被飞弹打到的话 我就把 活着这个变数 射成火 然后让它广播 射到外星人的这个讯息 然后切换到 外星人3的造型 让它等待个0.5秒 然后隐藏起来 我们先试看看 射它 打到之后 会隐藏起来 OK 好 接下来呢 我要让这个外星人 刚开始的时候 它现在是静止不动的 我要让它会移动 好 所以呢 我再一个 接收到移动的这个讯息 我什么时候会移动呢 如果 活着的时候 我才做 移动的动作 所以 如果 活着这个变数等于是的时候 我才让它移动 好 然后 移动的过程中 我希望也有动画产生 所以呢 再一个 如果 否则 如果 移动步数 每次加1 所以它是 除以2的余数 是1的时候 就让它切换到外星人1的造型 不然的话 就切换到外星人2的造型 这样它就会 移动 不同的 造型产生 然后呢 再一个 如果 否则 接下来呢 我要来判断 它是往右移动 还是往左移动 如果移动的方向 是右的话 我就将 x座标 增加 10 往左的话 就增加 -10 然后 不断的往右 或不断的往左移动 我要检查什么时候碰到边缘 所以呢 这边 我再广播一个讯息 就是我碰到边缘 检查边缘 好 目前呢 这个 移动的讯息 我们是没有广播的 所以 它还是不会移动 好 我们先复制 第二个跟第三个外星人的造型 复制 复制 把第二个叫做A2 第三个叫做A3 然后呢 它们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这个我要改成 第二行的x座标 这个改成 第三行的x座标 好 这样这三个就会排列升级在这里 接下来是做第四个 我将 第一个复制 然后改变它的 这是第二排 我换一座标 然后改变它的造型 这个叫B1 清除画面 然后汇入 外星人第二 好 这个也是 改变成星星的外星人 然后将这个外星人复制 这个叫做B2 这个叫做B2 这个叫做B3 然后设定它的起始位置 这个是 这个是 第二行的坐标 这个是第三行的坐标 然后接下来 再用B1来复制 C1 然后它就是第三海外坐标 将它的造型换掉 这是第三个外星人的造型 是三角形的 好 像这个外星人的复制 这个叫做C2 改变它的起始位置 这是第二行的坐标 这个叫做C3 这是第三行的坐标 好 按绿期 这九个外星人就排列整齐 接下来呢 我们要让这个外星人移动 碰到边缘的时候 会往反方向移动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要准备 好 碰到边缘的这个 边界线 用红色画一条线 这条线 没有画质 再画一次 好 放在这个地方 当作是左边界 然后在这个角色上撰写造型 当他接受到检查边缘的这个 讯息的时候 我要判断他有没有碰到外星人 所以用一个如果 外星人的话 我们就用白色来 判断 如果碰到外星人 白色的话 我 就把移动方向的这个值 变掉 所以 如果 如果目前的移动方向 是右的话 我就把这个变数 设成是 左 不然的话 就把这个变数 设成是右 好 同样的 我要有右边界 右边界的存式 也是一样 只是说他 现在是放在右边 好 然后呢 我们要让 外星人不断的 变换造型 跟移动 所以呢 我们在坦克上 来写存式 当接收到 游戏开始的时候 我用 计时器来做这件事情 计时器先让它归零 然后将 变数 移动的时刻 设定为 计时器的时间 然后让它重复的执行 广播 广播移动之后 广播移动之后 等待一段时间 这个时间呢 怎么算呢 用延迟的时间 比它大 如果 如果 计时器的时间 减掉 移动时刻的时间 大于延时时间的话 我就 再 把 这个 移动的时刻 重新设成 计时器的时间 然后移动 步数 加一 这样外星人 就会动了 它现在 一起往右移动 碰到右边界的话 它就会一起 往左 然后碰到左边界的话 就会一起往右 好 游戏可以玩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来设定 游戏中指的状况 这里有九个外星人 如果把九个外星人 通通设下来的话 就过关 所以呢 要在 舞台的地方 撰写程式 用来判断 是不是 把九个外星人 通通设下来的 所以当游戏开始的时候 我要去 等待 直到 外星人的数目等于0 然后呢 我就广播 并等待 过关这个讯息 这个过关的讯息 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把 所有的角色 通通隐藏起来 好 然后呢 切换到背景 过关 先 切换到背景 过关 再广播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把所有的程式 停止之息 什么时候 外星人数目 会减 当 射到外星人的时候 就把这个变数 指 减 1 好 我们把外星人数目 显示在舞台上 现在有7个外星人 好 这个外星人还在 这个 坦克也还在 虽然我们要在坦克 这个地方 写下 当接收到 过关的讯息的话 我就把 这个角色 隐藏起来 然后把它固执到 所有的角色上面 外星人也是 OK 接着我们要增加 游戏的虚位性 不止坦克能够 发射飞弹 外星人也能够 发射飞弹 攻击坦克 要让外星人 发射飞弹 这件事情 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 这里有9个外星人 我们要随机 选一个外星人 发射飞弹 但是呢 前提是 这个外星人 必须是活着的时候 他还没被射下来的时候 才会发射飞弹 好 所以呢 我们需要一个列表 来处出外星人的状态 首先 将所有项 从外星人状态里面移除 然后 增加9项 将 活着这个讯息 加到外星人状态 然后广播游戏开始 接着 让他重复不断的执行 广播并等待 外星 攻击 接下来我们要来9个外星人里面选一个外星人攻击 所以我们新增一个变数 叫做外星攻击 好 然后 开启角色档案 选择外星飞弹 将这个角色名称改为 外星飞弹 好 然后 这个外星飞弹的程式码 当绿旗被点一下的时候 是隐藏的 好 然后当他接收到外星攻击这个讯息的时候 我 在 外星攻击这个变数 的值设定成 用乱数来取 1到9 看哪一个外星人要攻击 好 然后呢 我们要确认说 选出来的这个外星攻击的这个数字 的外星人是活着的 所以我要再一个判断 如果 他是死掉的时候 就要再重新选一个外星攻击的 所以我要一直做 直到 我去查阅外星人状态这个列表 他的 外星攻击项 是活着的时候 如果不是的话 我就要再重选一次 一直选到 他是活着的时候 好 然后如果选出来的 这个数字是1的话 我就把飞弹 移到 A11的位置 如果选出来是2 我就移动到A2这个位置 如果选出来的是3 我就移动到A3这个位置 如果选出来的是4 我就移动到A4这个位置 没有A4这个位置 没有A4是B1 如果选出来的是5 我就移动到V2 如果选出来的是6 我就移动到V3 如果选出来的是7 如果选出来的是7 就移动到C2 就移动到C2 不然的话 就移动到C3 好 找好外星人的位置之后 外星飞弹的位置之后 我们就让它显示 然后让它 重复的不断的 往下的话 外坐标 是减少的 所以将外坐标 增加V5 然后隐藏起来 什么时候要隐藏起来呢 碰到边缘 底下这边 碰到边缘 或者是打到坦克的时候 都会隐藏 所以这边用一个或 让它碰到边缘 或者是碰到 坦克的时候 都会隐藏 好 那另外呢 这个 当接收到过关的时候 也是隐藏的 好 然后 我们要安排 什么时候外星人 被打到是死掉的 所以呢 在A1的角色上 这地方 这里 射到外星人 被射到之后 隐藏起来 然后 把外星人的第一项 替换成死掉 这个程式码 复制给每一个外星人 好 第二个外星人 这是第二项 第三个外星人 这是第三项 第四个外星人 这是第三项 这是第四项 第五项 第五个外星人 第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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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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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项 第六项 第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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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项 第七项 第七项 第八下 第九个外星人 第九下 目前这九个外星人都是活着 他会随机选一个数字 然后 第九个外星人 这边 搭错了 不是面向 是移动 1到A1 1到A2 1到A3 1到A4 B1 1到B2 1到B3 1到A2 1到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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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星飞弹会发射 不一定是从哪一个外星人发射的 它是随机的 但是被射到的外星人 它就不会再发射飞弹 所以这里 有一个第三个外星人的状态是死掉的 所以死掉的这个外星人就不会再发射飞弹 最后我们来做一下 目前外星人可以发射飞弹 但是飞弹打到坎坷并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要设计 右系有三个坎坷 当三个坦克都被打中的时候 游戏就结束 好 所以我们还需要来计算目前坦克的数目 所以新增一个变数叫做坦克数目 在舞台上 将坦克数目 设成3 然后在坦克的地方写程式 然后在坦克的地方写程式 当接收到游戏开始的时候 我要让它重复执行 直到坦克的数目变成0为止 首先切换到炮台 然后让它等待 直到碰到外星飞弹 然后切换到造型被打到 等待个0.5秒 然后再切换回背 炮台的造型 然后被打到之后 将坦克的数目 扣掉1 这个动作要重复做三次 直到坦克的数目 5等于0为止 然后广播游戏结束 然后将坦克隐藏起来 然后全部停止 所以在飞弹这个地方 当接收到游戏结束的时候 把它隐藏起来 不知道每一个角色上 在舞台的地方 当接收到游戏结束的时候 切换到结束的背景 好 我们试试看 被打到 一次 两次 两次 三次 游戏结束 这个飞弹没有 隐藏起来 好 然后我们把左边键 的颜色 涂成黑色 这样子就看不到了 同样的右边界 的颜色 也涂成黑色 然后将变数 取消显示 这样就完成我们的游戏设计 然后开始 我们下谷 再 ter 门 三次 有 轻